哎 已能看出眼前这位不初期的百岁老人 曾救过爱因斯坦 还研制出过世界第一颗原子弹 甚至曾用炸弹炸遍西面牙所有桥 最后百岁生日当天立家出走 还意外获得五千万现金 咋回事呢 原来在富贵九岁那年 无意间由玻璃瓶和火药制作出一个炸弹 富贵看到玻璃瓶爆炸后 特地喜欢上了爆破 后来又在父亲的遗物中 发现了俄罗斯套娃 这让富贵特别开心 于是富贵给套娃从大到小 全制作成炸弹了 挨个爆破 后来实在没啥炸的 就把自家厕所也给炸了 可在一次重大的爆破中 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天当地富贵刚巧在他密买的炸弹旁边 方便只听一声巨响 送富贵上了西天 随后他就被送进了进城病院 等他长大成人后才被放了出来 出来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火炮厂制作弹药 在这里他遇到了来自西班牙的碎嘴子 这是一个善于用嘴工作的人 整天超出了革命万岁 鼓动他们前往西班牙 参加反对独裁者 佛朗哥的内战 对于热衷于爆破的富贵来说 肯定愿意啊 于是富贵跟着他坐着火车来到了西班牙 但没成想 碎嘴子刚到地方 一个敌人也没打着 一个桥也没炸过 就因为一具革命万岁 被榴弹给送上了西天 而富贵凭起出色爆破技术 炸掉了十几座大桥 在西班牙的这些年 富贵一天就散件事 吃饭 睡觉和爆破 可天天这么机器的生活 让富贵慢慢厌烦了爆破 这天他打算炸完最后一座桥就离开 可他发现对面刚好有车经过 赶紧上前阻拦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坐在车里的就是佛朗哥 同时他后面的大桥也当机爆炸 就这样 富贵几言巧合成了富朗哥的救命恩人 他成为了座商品 举杯庆祝 临走时 富朗哥还送了他一把精致的银制手枪 后来漂泊的富贵又来到了美国 就在富贵建造高楼大厦时 他听到工友讨论原子弹制造计划的事 对于爆破痴迷的他 主动请应前往制造基地 当然他来到这只能是端茶倒水 这天看到原子弹之父 为最后的爆破压缩体积 搞得是一筹莫展时 富贵上来就说 你们应该换个思维 既然压缩不了 就用炸弹填充啊 这一句话 一下就点醒了原子弹之父 于是1945年7月16号那天 在墨西哥走大摩神处 成功引爆了原子弹 就这样 大忽悠富贵成功与副总统杜鲁门共进了晚餐 并夸赞富贵是个功臣 但最后却只送他了一个大火机 后来富贵带着荣耀返回了瑞典 专车接风 总理亲自接见 目的就是让他讲述在美国与杜鲁门交往的细节 可他就是打马虎眼 给总理起走后 富贵就跟剩下的助理说 我只上过三年学 总理助理听到这儿 觉得遇到了一个技术病 然后也给骑走了 他们这么一走 苏联科学家就趁机迎了上来 请他喝酒 喝高了的富贵 被苏联科学家带到海边 这时 一旁人大物冲出水面 原来是一艘接他去苏联的情绪艇 就这样 富贵被接到了苏联 来到了大连的办公室 大连让他交代原子弹计划的事 富贵却说要喝小鸟福的家 喝多了的富贵 居然说大连没有弗朗哥跳得好 本来大连就和弗朗哥有仇 现在大连给他送到了老改营 在这儿 富贵遇到了爱因斯坦的智商兄弟 霍特爱因斯坦 虽然看起来长相一样 但智商却完全不一样 富贵决定动员假的爱因斯坦一起逃跑 让他在就三前 先到洗衣房拿两套军服 可说服了好几年 这爱因斯坦就是领会不了 就在富贵要放弃时 假爱因斯坦 反正从洗衣房 拿来了一枚拉开手环的手楼弹 这把一旁睡觉的富贵吓坏了 赶紧出门循着把手楼弹扔掉 可富贵一扔 富贵一扔手楼弹 不小心扔到了载着火箭的车上 然后就引发了一连串的爆炸 把旁边的太平洋舰队给炸毁了 然而还趁乱开车逃跑了 大连统治在得知老改营和太平洋舰队被炸毁的消息后 气得脑出血而死 逃过一年的富贵因为跟苏联有过交际 被美国情报局说服成了间谍 来到苏联后 又直接和高层做起了交易 让他们透露些没用的信息 作为报酬 同时也拿出了美国的情报 可美国的情报当然也是伪造的 就这样 富贵做起了冷战时期的双面间谍 两个国家为了假情报 斗的是不可开交 直到苏联解体 富贵才退出了这一双面角色 后来百岁生日那天的富贵 又因为不敢养朗院的无聊生活 准备离家出走 来到车站 刚买完车票准备走 来了一个背心标有标车掌的盖地窝子 让富贵帮忙看一下行列 他去一趟洗手间 可此时车正好来了 富贵看人还没出来 便拎着行列上车了 后来司机给富贵扔到了一个 他也不知道哪的地方 还好永强收留了他 俩人炒了几个小菜喝了起来 后来他俩翻开行列箱 发现里面竟然有五千万现金 原来这么多的现金 是一个叫标车党组织的赃款 于是标车党组织对富贵展开了疯狂的追击 可对一生都在征战的富贵 肯定没把他们当回事啊 来者不拒 有的杀手被他们关到冰箱里冻死了 还有的杀手被他们饲养了大象 不小心给做死了 最后临了临了 黑帮老大受不了了 刚准备亲自出场 无意间扭头一看 发现旁边车上的箱子好像在哪见过 这不是我的箱子吗 他让司机也确认一下 结果 就这样 富贵他们拿着这笔钱 在巴厘岛定居了下来 过上了非常哇塞的生活 可以说富贵的一生真是丰富多彩啊 虽然本电影根据小说改编 剧情纯属虚构 但是看着属世还挺过瘾的 但是看着属世还挺过瘾的